我是Dr.Miu 一名职业心理医生 专门开解各种心理精神疾病患者 好了 不用担心 你在这里说的话 我永远也不会传出去的 好吧 我这样已经有两三年了吧 其实我自己感觉还好 一个人也挺好的 没人抢被子 没人干涉我 外卖也挺方便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剧 一个人看书 一个人听歌 一切都挺好 那你还来这干嘛 医生你听我说 大概半个月前 我特别想去看电影 这次我就想找个人 陪我一起去看 结果没有人陪我去 忽然一瞬间 我就觉得好孤单 心里空落落 重点是 从此以后 我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剧 一个人看书 一个人听歌 都觉得好孤单 以前的瓶颈 全都消失了 全都消失了 根据你的描述 我可以肯定的判断你是 孤独症 孤独症 医生我得的是孤独症 我现在在想 有一天 我生病死在家里了 也没有人会知道 会在乎 我该怎么办 医生医生 是的 这种情况 根据统计数据 和我多年的治疗经验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我建议你 办一张健身卡 每天都去锻炼 注意重点锻炼 公二头肌 是不是这样 我就能摆脱孤独症了 我的意思是 锻炼好上肢力量 方便你重命后 可以自己翻身 好了 下一位 医生医生 医生医生 你别走 我这给你钱了 赶紧走 我时间很紧了 你这没看好 我的孤独症 你这样会被打脸的 保安 医生医生 我是Dr. Miao 今天我又使用科学的力量 治愈了一个病人 我很开心 欢迎来到真实的猫世界 在这里了解关于猫大人的一切